第十课 尾音 在韩国语里,有两个辅音组合而成的尾音,这种尾音叫做复合尾音,而复合尾音还根据其发音方法分为前一个辅音发音的复合尾音,或者前一个辅音或后一个辅音发音的复合尾音等两个部分。 前一个辅音发音的 或前一个辅音发音,或后一个辅音发音 前一个辅音发音的 发音方法 发音方法 多思作为音时直发 例如 发音方法 计计 如果直接记忆 有些困难且繁琐 所以总结了一点规律 帮助大家记忆 前边提到过韩国语中 尾音只发七个音 呃 看一下刚才学习的5个复合尾音 这里的复合音节中 前边的辅音记 歌诗中的歌 波诗中的歌 恩资中的恩 儿诗中的儿 儿特中的儿 都属于发音的这七个尾音 后边的辅音却不属于这七个尾音 因此读带有复合原音的词时 看发音的七个尾音 或者前一个或者后一个辅音发音的 恩 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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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音方法 比额作为音时只发 额 空 谭 额 发音方法 第一个尾音时只发 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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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音方法 第一部音有时发 儿音 有时发 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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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做尾音时只发奥音 但奥音实际上发奥音 所以应该发奥音 例如奥打 发音方法 恩赫做尾音时只发恩音 但他做尾音时 其后边的辅音发生音变 具体的讲 第一 恩赫后边接辅音 个字个字的时候 他们都变为相应的轻音 个字个字 例如 安康变成安康 安塔变为安塔 第二 恩赫后边接辅音 恩的时候不发合音 例如 安能读做安能 第三 恩赫后边接原音的时候 也不发合音 例如 安那读做安那 恩 发音方法 恩赫做尾音时只发恩音 但他做尾音时 其后边的辅音发生音变 其变化规律和恩赫一样 注意 有些人看到前边这个发音规律 感觉记忆起来有些吃力 下面重点讲一下 赫做尾音时的发音 记住赫的发音规律 就容易记住刚才讲到的赫的发音规律 欲为赫的发音 单独做尾音时 与前边的赫做尾音发音相同 不过要注意的是 赫做尾音时会对后面的音产生影响 一 欲为赫后边以松音 グ �� 字为投音的音节相连时 欲为赫变成摩擦音 赫使后边的松音 グ �� 字分别变成 克 特 次 嫲 père terce 好 赫 ätta 2. ulator 运微赫后边以思 恩为投音节的音节相连时 运微赫的发音 基本上与运微 DAxi 呃的发音相同 간 inter bru BRita 当 innerhalb的发音 运微赫后边以原音为投音节的音节相连时 韵味完全脱落不发音 生词 生词 我学习韩国语 我现在正在学习韩国语 我想学习韩国语